很多人都见过晚上的仙大唐毕业城 那么你有没有见过白天的仙大唐毕业城是什么样子 带大家看一下真实的仙大唐毕业城白天的样子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多钟 可以看到街区上的游人并不是很多 因为现在是周内刚好也过了这个首假的旅游旺季了 很多游客都已经回家了 就是到那种节假日的话 白天可能街道上还会有些游人的 但是已经过了节假日 大唐毕业城感觉有点萧条了 当然这个是白天的景象 跟晚上的话来这里还是有差距的 晚上来这里的话人可能会稍微比白天多一点 让我想起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 有人说先取将大唐毕业城这里不挣钱 好像说是一年还是半年 挣了十几万还是二十多万 所以有人在想为什么大唐毕业城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每天有十几万人来这里游的 为什么景区一年半年的营业只有十几万呢 其实看到这里大家也许都会明白了 因为景区它这个 毕业城街道主要是晚上好多游人来这里游玩的 白天基本上人比较少 再加上现在是夏天比较炎热 可能来这里逛的别人比较少 而且还有好多这种商户它都没有开门呢 接到两边很多商户都是关门的 到下午之后它才会开门的 不过白天在这里逛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不像那种节假日或是晚上来这里人几人 只能看到前面的游人的脑后门 连景色都看不到 大家看白天这里 景色非常漂亮 尤其是周围这一圈的防古建筑 哇塞非常的美丽 特别壮观你看美不美 今天天气非常好 蓝天白晕的 阴陈下这个古建筑 非常的漂亮 其实我觉得先大唐毕业城这里 它可能不挣钱的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来这里逛的人多 它消费的人比较少一点 毕竟这个景区它是围级景区啊 是不收一毛钱的门票的 再加上这里还有很多演员 每天晚上会在这里表演节目 你想那些人员的支出工资 你连个门票都不输的话 对不对 那肯定支出的话比较大 赚的钱比较少点 但是它能够带动周边的旅游发展啊 大唐毕业城周围的一些景区 还有酒店 一些那种汉服店 可以带动这些汉服店 一些消费啊 对不对 周间的国际人赚的钱比较多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带动先的旅游发展 也是增加现在JGP的一个渠道 所以还是要为大唐毕业城点赞的 这块是真观广场 我最喜欢在这个地方逛街啊 还有前面这一座雕塑 猜猜上面骑大马的人是谁啊 真观广场啊 大家猜一下啊 有的朋友可能听到这个广场的名字 就知道上面站的人是谁了 有这段朋友可以打的评论区 有的朋友可以打的评论区